第十一章 我们接着讲工业堂第五 第十一章我们接着讲工业堂第五 这一讲非常长 不但篇幅长 里面涉及的内容 它必须每一个都要去介绍它的历史背景 否则就没有意义 所以我们可能得花三讲再把这个讲办 那咱们先读一遍 我们上次讲到载我 咒起 那工业批评他 绝不可交易 那下一段就是这些 这是评价工业的另外一个学生 来 我们一起读一遍 此业唯恶强盗者或唯恶神成 此业承认你也得到 好 那 那 孔子说 我还没有见过刚之不阿的人 是这意思 那有的人就说了 说有啊 你这学生里就有啊 说这个 神成就是刚之不阿的人 神成 这个到底是谁呢 我们看一看 这个 孔子弟子列表里面 有不同的记者 可以说叫神成 可是 在司马迁写的 孔子弟子列表里面 叫神的 神成 其实这个成 也可以读常 也可以读 那个常 那个那个常 那个那个常 跟那个档呢 就很接近 古代时候 这两个字 或者这三个字 可能是能够通用的 所以 在这个 孔子弟子列表里面 就是神的 自 自 周 当然 有不同的解释说 这是不是一个人 有的说是 有的说不是 就是不管 反正 他们在讨论 深成 那个人 孔子说 深成 不能算刚 为啥呢 因为他有欲望 成也利 便得刚 有欲望 能够刚强出来 这就是我们通常说那个 无语的刚 这个成语的来历 对 从这一句 我们 能够看出 孔子是很讲究这个刚的 就是刚之不恶 历史上 中国历史上 这个儒家 却是出了 无数个刚之不恶的人 我们一下就能够说好多了 像什么 文天祥啊 黄啸儒啊 等等等等 这样 所以 儒家 不是说 就是培养奴才的 很多人批评 说儒家你们就是 礼让啊 那那那那 礼让也好 孝也好 人也好 都是儒家主张的 可是这个甘 更是儒家主张的 公子就很堪的 所以我们 要全面地看儒家 我讲过这个 君子空间 仁 智 勇 这三者是立体的 是三个不同维度 所谓立体就是说 每一维你都可以做到很强 所以你仁也可以做得很好 智也可以做得很好 这个勇也可以做得很好 这个钢 其实就在勇这个维度上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 才是一个君子 缺一个都不能成为君子 缺一个就是一个平面的 那都不能这样 好 这是 那这个生成到底有什么业绩 我说 还真不知道 所以我们无从讲起这个 但是我们知道 为什么要把这一段 寄到论语里边 很显然是为了说 孔子很看重刚 很显然是为了这个问题 好 这一段 就这样我们简单一点 后边还有很多内容 看下一段 来 这很显然就是孔子说 即所不义 物识依人的另外一个说法 不过这是子宫先提起这个话 说我不想加给别人 我不想别人加给我的 我也不想把它加给别人 你一看就看出文学水平 谁高谁低了 你像想子宫说这个啰啰啰嗦 那孔子一说就是 己所无以物识依人就完了 对这个高度概括性 子宫一说就说 那 不再说得啰嗦 孔子还不认为他能做到 说次也 次就是子宫 非二所及也 你是做不到 你不见得能够做到 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很轻易能做到的 这么一个道德经历 那这个是 跟孔子说 己所无以物识依人 是一样的 我们不认为他 我们看看下一段 好 重点说一个这一句 这又是子宫的话 子宫说 夫子之文章 什么叫夫子之文章呢 就是夫子在教授我们六经 这个诗书里约 这种经典 这种典籍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得而闻也 我们能够听到 可是呢 夫子之言 信以天道 不可得而闻也 就是夫子 谈论人性 还有天道 这个我们是不可得而闻也 我们是不能够 我们是不能够听到的 是吧 或者是我们是没有听到过的 是假的 这句话 当然可以有多种解释 那一种解释呢 是说 夫子在课上教的 也就是这个 这些经典 这些有文字的 这些东西 而讨论行为上的这些东西 夫子是没有讨论过的 那隐含的含义就是说 夫子大概不太擅长这些 他大概不懂信以天道 这是通常社会这么理解 不只是中国人 黑格尔就是这么理解的 黑格尔说 孔子讲的那些都是 常识道德 至于思辨性的东西 它是一点也没有的 那就是说 他没有信以天道 那这是一种理解 那么另外一种理解呢 是说 夫子讲文章 我们是听得懂的 可是夫子讲信以天道 就很少有人能听得懂了 这样 不是说夫子不讲 而是说 他讲可是呢 大概 没有那么轻易就能听得懂 所以这个文 可得而文 就可以理解成是 理解 听得懂 这一次 那这也是一种解释 那么还有一种解释呢 上次我跟 陈先生讨论这句话 陈先生说 因为 夫子呢 不是跟谁都讲信以天道的 大概跟子宫没有讲过 而跟谁讲 跟他讲 跟他罪子 他认为他能够 听得懂的 学生讲 也可以 到我 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是有道理 不过我倒是不太关心说 它具体含义是什么 我倒是觉得 我们需要讨论一下 卢家到底有没有这个信以天道 这个其实是有的 我们在看《易经》的时候 我们在看《大学》《中庸》 其实都是讲的信以天道 所谓信以天道就是什么 就是 心论上的东西 而不是旧事论事的 这样 卢家在这方面 不能说做得很好 但是是 确实是有的 因为没有这一块 根本就没有基础嘛 对吧 夫子确实是不与怪力乱神 这个但是 这个事情呢 是需要回答的 首先 你是应该感兴趣的 对吧 就是说 如果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 那根本行不成一个流派 你就没有基础 我认为是 是有这一块 当然 我刚才讲了 不一定说做得很好 那 外界对儒家这一点 这方面的批评呢 我们也应该接受 包括这个 像 黑格尔提的批评呢 我们也应该接受 反而 应该 给我们 应该来编克我们 干嘛 就是一定要从 行善的角度 去把儒家这个东西 深入研究头 我是有一个很 空想 不能说设想 空想 我们儒家要 有一套自己的行善上学 一套自己的儒际学 我不是说儒家特色的 我是说 一定要把儒家和西方哲学中的行善上学 一定要结合起来 来研究 要把它融会灌通 这个 我大概有一个基本的设想 就是 儒家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基于现实 基于人性 基于整个现实世界 这个是没错的 可是正是因为这一点 它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它就跟科学一点都不冲突 它跟古希腊的哲学 德国的古典哲学也都不冲突 不仅是不冲突 而是相互补充 它们是不同的拼块 就像一幅拼图 它们是不同的拼块 你没有的 我正好有 我没有的 你正好有 正好能够把它们拼成一块 那拼成一块 就是整个现实世界 就是整个自然 是这样 所以这一块 我其实曾经搞过一个讲座 叫《招文西词花彼性》 那这个讲座的视频 在YouTube上有 那个就是试图在 在信仪天道上 做一点尝试 但是我现在看了 我自好没有讲清楚 我想说的东西 大家可以到YouTube上 看一看我讲的 叫《招文西词花彼性》 那个讲完了之后 我就想把它整成文字稿 我就想 我说整成文字稿 大概篇幅得扩大一倍 不止 因为想说的话 回头一看都没讲出来 没准我们找机会 我再讲一次 可能就会讲得好一些 这一句 是我认为在论语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句 我不想再花太多时间 我们可以做一个专题讨论 这个 在座的李老师 是昆德兰大学哲学系的 叫东亚哲学 他在东西方哲学 尤其这个笔甲的融合奖法 有很多的研究 我们有什么时候 也请李老师再谈一谈 这个儒家的心理天道 他是这么理解的 李老师有没有什么见解 我觉得刚才你跟陈老师 讨论的那个说法 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这个子公说 子公说的话呢 这可能是他自己的经验 所以他不一定是 所以现在五代的经典 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那个语境 不可能全部都写出来 他就那么几句话 当时在什么情况下说的 如果他这里加上了一句 夫子之文章 无可得而闻也 夫子之言信于道 无不可得而闻也 这就很清楚了 他没听到 但是有引号在这里 我们可以加上引号 这是他说的 所以这种解释是很合理的 如果完全的说是 他都听不到 这个跟文语整个是有冲突的 因为孔子讲了 信相近 信相远 他说了 道 昭文道 信死 可以 他不是也讲道了吗 至于道 对不对 都讲道了 所以你说他没说 这恐怕说不过去 我没听到 可能还有一定道理 另外一个可能性 就是有的学者解释 就是说这个信于天道 在这里他是讲 信于天道 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两个东西有没有关系 这也是一种解释 那么中原里 就可能对这个都有所发展 所以这个文本就很复杂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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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先生有什么 有什么 你可以讲一讲 上次我们讨论的那个 那个 那个 这个 对 不好意思 这个 对我是在乎 不知道该怎么讲 知道的人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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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没错 没错 无法言说 我对你们有不可说的 这跟道理一样 就是同一个道理 是 对 有些是不可言的 它是有密传 密传 是传给谁的 只传给真子跟那个 严福子 啊 众子的两位 所以他们两位成圣 对对对 得到真传的就成圣 未得真传的就只能够到这个线 对对 是 没错 好 这一句我们就 讨论到这里 我看 或者还有没有什么见解 我看 很当代的 爱因斯坦的相对认了什么 有几个人真正懂了 对 你就是有机会 参加他的大教师 他给你讲一个月 半个月 科学家 以及好的物理学家 他也说没有怎么听到 所以叫不可说 文的意思 你要得到了 听懂的叫文 对对对 你听到了 但是没听懂 你就没闻 没错 没错 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比较高深了 一般人也就 听了也没懂 是 没错 刚才我说 那几种理解里边 其实有一种就是 福子讲这个 是不好理解的 没有 没有 所谓文就是理解 没错 好 看下一句 不知道 美人心 有没有 有可能 这个有一点 跟上面 有一丁点的关系 就是子路在上课的时候 夫子讲了一个什么道理 他还没有能够去实践的时候 他就担心 哎呀 夫子又讲另外一个道理了 就是他听到一个之后 他就想马上去实行一下 这个有文 这个文跟这个文可能是有关系的 他听到之后 理解了 然后就马上去试一试 他还没有能行的时候 他就想一下老师不要讲得太快 这样看 是 是 是 我们有没有这种体会啊 也有啊 也有 对吧 讲了一个之后 哎呀 稍微停一下 你看这个东西都很生活化 都很实际 好 这一句 看这个 好 看这个 他去世之后 给他的嗜好叫 文 那他真名叫什么呢 叫孔宇 他叫孔宇 这个他是魏国的一个亲 叫孔宇 这样子 这个人很重要 这个人呢 我们后来会 还会有多个地方牵涉到他 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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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宇为什么要对这个 给他一个嗜好 闻这个嗜好 有所怀疑呢 是因为这个孔宇呢 也谈不上有多么 弦明的作为 他在魏国的时候 去负责什么呢 负责外交的 所以就是 主管这个宾客 怎么接待宾客的 那孔子呢 也对他有很好的评价 孔子跟这个 济世 在这个 季康子讨论问题的时候 季康子就说 说魏灵宫那么无道 为什么魏国还没灭亡呢 那孔子就说 有叫 叫书仲宇 至宾客 这个 祝陀 至宗庙 就是负责祭祀 还有这个王孙谷 至军礼 有这三个人 在辅佐魏灵宫 所以他就 还展示魅王 是这意思 所以 孔子对他的评价 还是蛮高的 但是这个人呢 他做了一些什么事呢 就是 魏国有一个 叫做太书吉 那么 他娶了宋国的 宋子朝的女儿 为妻 可是这个宋子 可是这个宋子朝呢 他就 因为犯事 他就逃了 逃了之后呢 这个 这个谁呢 这个 这个 孔宇呢 就让 这个 吉 说你把你的妻子修掉 然后 把他的女儿 给他 然后这个太书吉呢 就修了 妻子了 就赢了他的女儿 为妻 可是呢 他又偷偷地把他前妻的妹妹 又在另外一个地方 黎那个地方 又 相当于又 没有公开 但是在那修了一个很 一个豪宅 相当于重婚 因为中国古代那是只有一个妻 可以有多个妻 对吧 但是 两个都是妻 那 这个 这孔文子 那就不干了 要发兵器打他 打他呢 还问孔子 应该问孔子 你这掐着什么尘骨 这算是什么事 那孔子说 战斗我不管那时候 他就发兵器打 那 打呢 他就又把他女儿夺回来 夺回来之后呢 又把他女儿 许配给那个太子 这个太书籍的弟弟 等等 弄到乱去发造 影响很坏 所以 子宫他说 这个人怎么能叫做文呢 对吧 好 不过孔子说 他有好的一念 他叫免而好学 不止下问 是以为之文 这样 具体的事迹 我们先不管他 反正 孔子说 他是符合这个的 那 这是根据 什么来定的说 就可以 给他事好文呢 这是有根据的 在益州书里边 有一篇叫做 《事法节》 这《事法节》里边 就解释 一个人什么样子 生前什么样子 死后 他可以给他 做什么样的事好 这样子 你看啊 这是 周公当时制定的 我们看看啊 第一个 民无能明 曰神 就是 民众啊 不能够讲出 他到底有什么好来 这种是最高的 这种呢 死以后叫神 什么神宗啊 什么神的 就是这个人啊 简直是 好的 根本都说不上他有什么好了 就是 这是老子爷这样讲 太上不知 为啥 就是说 你这个 天子也好 国君也好 你做到一定程度啊 做到好的时候啊 大家根本不知道 有一个国君存在 好 好 那你看 做到什么程度 就是什么 我看文 文在这儿 有六种情况 可以给他诗号文 经为天地 也有文 道德博文 也有文 学情好问 也有文 词会爱你 也有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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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民 会礼 也有文 还有 刺民爵位 也有文 就这另一种情况 都可以叫做文 那很显然 孔子说 因为他符合这一点 学情好问 所以就给他诗号文 是这样 那么 那个 叫德的 叫武的 叫什么什么什么 等等等等 好唱好唱 这个例子 你们可以去查一查这个 事法解释 这里面就有什么 这个 非常有用 这就是说 你生前有再大权力 你死以后 给你起个什么名字 这就是 不是你能做主要主的了 对吧 这个 这个非常好 所以 中国这个 古代呢 这一点 这可以算是儒家传统 这一点 就限制了很多 人性那个 恶的 发展 你要想想你死后怎么办 因为 你做不上主了 再大权力 不管用了 对吧 对 而且是明文规定的 这些是 周公内容全部写 全部写明了的 这个人生前 做到什么 才能够 死后的能教 对 这个非常好 那这个 孔 与他们家 跟孔子他们家 是一回事吗 是一家吗 不是 这个孔姓有多个 你不能看不是个大姓 但是 有多个来源 孔子家这个 是来源于什么 子姓 我们知道 它是那个 商汤 来一下下来的 商汤 那个是子姓 而这个孔 孔文子这个姓 这个子姓 这个孔姓呢 是来自于 这个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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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姓呢 也是从皇帝来的 皇帝不是有二十五子吗 二十五子里边 其中得姓的 有十二个姓 其中就有这个姓 这个是从这里来的 所以 不是一家子 他们祖上就是 正开的 只不过呢 他们中间 有人用孔做过字也好 或者做过名也好 所以就会 演细下来 就姓孔 或者是这样 那这个孔是啥意思 有人想知道 这孔是啥意思吧 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 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 就叫这个 那这个孔呢 如果上面加一个 这是手 对吧 爪 爪子那个爪 这个字 和这个字有关系 因为拖一个手 它画的是什么呢 这个手 拖了一个孩子 抱了一个孩子 在喂奶 所以乳 在哺乳 所以我们看一看 甲果里边那个乳 它这样子 这样子画 这是一个孩子 张罗大嘴 你看 这是一个母亲 跪在那里 抱着孩子 这么搂着她 就是手嘛 对吧 这样 而且那个母亲 你看还要把这个 乳房画出来 张罗大嘴 来吃奶 很形象啊 这个 到金文呢 就把这个母亲的形象呢 稍微给她简化了一些 你看 就变成这样子 孩子还没讲 孩子还是这样 孩子还跪在这儿 很形象 这是这个乳房 这个人呢 就只剩下了一个形状 慢着腰 对 对孩子 这是僧侯乙中 上的那个乳字 这个东面 好 那 我们得看这个 这个是郭继子 坛 这个郭继子 白坛 的孔子 我们看这个孔子 能看出这个字跟这个字有什么关系吗 或者这字跟这字有什么关系吗 你看啊 孩子还是孩子吧 可是这半边呢 给他简化的又进一步简化 只剩下一个乳房的形状 一个孩子在作难 这就是孔 所以孔子在这半边实际上是有个乳房的 能看到这两个字的关系吗 实际上就是 把这个Cliber 就简化成一个乳房了 那孔 这怎么 孩子在那吃人奶怎么就是孔了 孔是啥意思吧 孔就是窟窿嘛 就是小洞 一个洞 那个水啊 可以流出来 或者空气也可以透出来 这样子孔 窟窿 它的读音就来自窟窿 哭和弄拼起来 哭 弄 孔 那这个怎么就代表孔了呢 你想想看 吃奶奶头上得有孔 没孔能作得出来吗 对不对 这个字画的就是一个吃 通过吃奶来表示那个孔 就是这样 有道理吗 我分析于一位道理 你从哪一本书上你也查不到 你只能从那一堂课上知道这个 或者看我那篇文章 这篇文章有人读过吗 我在那个 我在那个 都市报上 每个礼拜六写一天 不过 到年底为止 你们要再想看还能看两天 明天就停了 因为李维勒那个版本 他说我要改了 他说你能不能给我写论语解读 我说可以 他说打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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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两篇 这两篇的下一篇我会写那个心 然后再下一篇写成 大成 我们说成功那个成 那个成是十二月三十一号 我说这标志着 大墓高厂 最后一篇 这个成字你们看我怎么写的成字 好 这个顺便插这么一个 你看看有没有道理 这个中国这个字里边 你要是不去琢磨它 你真不知道它里边含着这个意思 下面继续看这个 孔子平价资产 资产是郑国的执政大夫 他的那个业绩呢 在左传上有很多记载 所以背后人说 这是春秋第一人 第一名相等等 他呢 这个 孔子对他有很高的评价 说他呢 这个 有金子之道 四 他有四个金子品德 其行也公 他的所有的行为都很公 就公就是敬畏了 其世上也敬 世上就是侍奉君主 佛王很敬业 对人民呢 也会 有很多优惠 使用民众 比方说修宫殿啊 有什么地主设施的这个 野议 就暗示发工资 上不下跃的这个农民工 最后的领导公司 是市民野议 所以说这个资产有这么多 资产呢 在郑国曾经办不过一个 叫做刑顶 就是把他的把郑国的那个法律 都公布出来 这个当然 孔子有不同的意见 不过孔子对资产这个行动 并没有不同的意见 孔子是对那个晋国的 那个范宣伦他们这个 有意见 孔子对这个资产住行动 倒没有什么意见 他是主张要言论自由的 首先 现在这个法律面前 这些人平等 公布出来 对吧 谁算什么事 咱们查嘛 对吧 看吧 另外就是说 不同言论 要让他们说 我们看 在左传 相公三十一年 这里边记载着资产的一件事情 这个说 郑人游于乡校以义执政 郑国人 他们是郑国的执政大夫吗 他们呢 在乡校里边游玩 乡校就是当时的这个学校 里面是公办的学校 或者是 在乡校干嘛呢 议论执政 讨论这个当局 这个政策怎么样 阮民 是郑国的另外一个大夫 阮民就跟泽产说 毁乡校何如 把这个乡校毁掉 关掉它 怎么样 他们老在这里议论 泽产就说 何为 就是为何了 夫 人朝夕退而游焉 以一职正之善否 夫 发语词 说人们朝夕退而游焉 朝夕就是说 上宫之前 下宫以后 到这来休息一会儿 大家抽抽烟 那会有烟吗 没有啊 反正落落咸嗑 来讨论执政的 好又不好 其所善者 无则行之 其所悟者 无则改之 他们说好的地方 我们就执行 他们说不好的地方 我们就改啊 事无师也 弱之何悔之 这是我们的老师啊 干嘛要毁掉它呢 我们终善以损愿 不闻作为以防愿 我听说 通过忠善 就可以减少怨恨 没听说过 靠淫威 靠你的 这个强压政策 就能够防止人们抱怨 岂不拒止 啥叫岂不拒止 这句话 其实 没有说起来 说 你用这个高压政策 岂不是马上就能 终止这些人们的抱怨吗 你用高压政策 确实是可以立刻终止 这个拒 就是 立刻的意思 马上的意思 这个拒 这个拒 拒 拒 拒列 拒列的拒 也是这样写吧 对吧 拒列的 拒列 要这样写 对吧 对 拒 拒就是立刻 这个 为啥这样写 上面是什么 防护 防护 下一个呢 一只老虎 跟一头野猪 再打架 拒烈不拒烈 肯定拒烈了 下一个手脏就代表 老虎有牙 那个野猪也有疗牙嘛 就跟刀一样 拒练 表示冲突的拒练性 那这个拒止其实也是这一次 马上就立刻要停止 你一靠 你一靠高压政策 那当然是可以立刻终止人们的抱怨 但是 然而 他游防穿也 可是呢 人们这个抱怨啊 就像是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堤坝一样 你去防那个 那个江河的那个堤坝 大绝所犯 伤人必多 无克就业 大绝所犯 伤人必多 假设是 哗开了个大口子 伤的人肯定很多 不克就业 就是不能就业 这克就是能的意思啊 就是不可 就这样 不如小绝食倒 就是道理的意思倒 不如五文而要之也 不如开个小口 让他留 对吧 这样的话 他就不会开个大口子了 不会决堤了嘛 你不如跟他分留 不如五文而要之 我们去听他们怎么议论 然后我们把它当成要 冉明就说 灭也金 灭也金而后 知无子之信可适也 灭就是 冉明的 名 所以 凡是自己称自己 一定要说名 所以灭 他自称肯定就是 冉明肯定是自 是吧 我呢 今天 可是知道 这个资产 是确实可以 跟你一起做事 可适也 小人实不才 我确实不行 若我行此 其正国是赖之 其威二三成 如果真能按照 资产的 您的这个方针来行使 那确实 正国就可以 可以依靠 就有了 依靠 其威二三成 而我们这些 臣 是没法依靠的 我们没有那样的思想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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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意思 这个事儿呢 就传到了 孔子那里 众尼文是余也 曰 以事观之 人贵 资产不仁 无不信也 说 如此看来呢 有人说资产不仁 我不相信 你看他对 人们的不同意点 的态度 我就知道 资产是很难 整篇故事讲的 这个呢 后人会 后人把这个故事叫做 资产不仁相向 有没有现实意义啊 他也有现实意义 对吧 这个老百姓抱怨抱怨 就让他抱怨嘛 对吧 他这 扇帖子 这个风什么 这个风中烧 这该何必嘛 这个没这个样 你这让他抱怨嘛 资产是个贤明的 一个宅相 对啊 对啊 所以我说 我说讲到资产 我们一定要讲这个故事 哈哈哈哈 但要知道 这可是在两千多年前啊 两千多年前 其实中国的儒家 就有这种开明的思想 对 那你说啊 那你说啊 儒家说是 这个反对 言论自由的 是吗 不是 是是是是 是是吗 两千年以后的加拿大都没怎么好 我晚上要吃个香料一争 我哪里吃啊 哈哈哈哈 是是是是 是是是 是是是 这个乡下这个 这个谁 这个黄宗熙 写那个《名义待访录》里边专门有一张就讲乡下 而且说的乡下的功能 其实就是议会 就是议会 所以你刚刚讲这个乡下的说 呃 讲乡下的还是有的 就是议会 这样我们这个文中文简单 理解成这种 议会的功能 其实就是资产当时设想的 是吧 是这样 呃 非常有现实意义 我说 这个为啥 大不大肆宣传 对吧 好 好 好 我们就 这个就就到这里 好吧 这个 呃 关于这个呢 也不需要菜 关键是这个东西 不需要解释 对吧 讨论就没意义了 就没意思了 好 好 我们下面 我们要赶着讲下面这个 这下面都是好故事啊 咱们再读下一句 三句 我的前AP 咱们再读下一句 唸语庸 恭喜男人 сот 圆评重 还是有很多可以了解的地方 燕英跟孔子观点是不同的 燕英应该是属于法家 燕英对儒家颇有为辞 不过孔子对他还是评价很高 你看这里说 燕凭众善与人交 久而静之 什么叫善与人交呢 因为燕英很会外交 所以燕英一般的厨师 那个国家都是燕英群 这样的话能够把事情搞定 所以善与人交 久而静之 久而静之就是说 跟他相处久了就会尊敬他 这句话其实暗含的意思就是 可能刚一见面的时候有所冲突 他跟孔子确实有过几次冲突 我们看这里 在燕的春秋里边记载了一件事情 就是孔子跟燕英的冲突 其实孔子对燕英倒没有太不好的印象 因为是他的长辈比他长一辈的 相当于 对吧 对吧 对对对 那这里是燕子的后人记载的 显然不是站在孔子角度来说的 所以我们能够体会一下 你看 众尼耶 灵宫 这个字读 污 就是那个污 跟那个污是一样的 就是那个污染 污灰的污 就是齐灵宫 比较拉里拉搭 是这意思 燕子侍之以整齐 燕子侍奉过三代君主 所以 孔子是一个一个的评论他 是吧 是这个 拉搭的这个林工 是以整齐来侍奉 庄公 壮 燕子侍之以宣武 说 这个庄公呢 是很强壮的 那么燕子呢 就以宣武来侍奉他 警公 赦 燕子侍之以 公警 用简朴这个 劝他要解解 君子也 是这样 夸他 可是底下就开始批评他了 说 向三君 而善不通下 燕子 戏人也 什么叫向三公 而善不通下呢 他 扶着这个 国君 是没问题的 三朝元老啊 可是他的善不通下 他对下 他手下的人 或者对于一般的百姓 没有多少善心 善不通下 所以他说这个燕子啊 戏人 戏人就是小人了 就是小人了 前面 侍奉君主是君子 可是对百姓 就是小人 这个话就让燕子听到 燕子能知 就来找中你了 是从齐国到鲁国去找中尼吗 不是 因为这会儿 孔子正好在齐国 就是孔子三十五岁的那一年 随着鲁昭公 鲁昭公不是兵败了吗 是跟那个 纪世家 这个有冲突 就被逃到齐国去了 孔子就随着鲁昭公来了 他正好在齐国 就过来见众民 就说 英文君子有机影 是你来见 我可听说 你在计讽我 所以我来见 如鲁昭者 岂能以道 四人者三 所向我燕英 怎能够以道四人呢 啥叫以道四人 这个识 在这里读四啊 就是四养那个四 就是养家糊口 以道四人 就是通过讲道 来养家糊口 是这意思 说像我 怎么能够 像你孔子那样 通过教学 来课上讲道 来养家糊口呢 我做不到啊 为啥 因为我有一大家糊呢 什么呢 说 英之宗族 代婴而似其 先人者数百家 我的宗族里边 要靠我的俸禄 靠我的 习记 来祭祀先人的 有数百家 大家糊啊 这个 以祺国之贤士 代婴而举火者数百家 不管是我宗族 祺国的这个贤士 贤士就是没有出来做官的这些人 这些事 靠我来接济他 才能够烧火做饭的 这个举火就是能够烧火做饭的 有数百家 但我得接济他 臣为此是个人 我除了做官是为了这个 我要重大负担 现在可以接济時間 这个 看到有人打la 因为我有这么大负担 所以我才在做官的 如臣者岂能以道赐人的责 他说的是这个 他解释了他为什么要侍奉君王 叶子初 众你送之以宾客之礼 说的其实有道理的 那孔子就很隆重的 把他送出来 像宋宾客那样 再败欺辱 再败就是赔不是了 说我们有所得罪 就是赔不是 反回来之后 命门弟子爷 就跟他的学生们说 救民知性而不夸 行主三君而不有 叶子过君子也 救济百姓他也不夸 他也不到处去说去 行补三君 就这三个 谁有什么缺点 就去给他补充 他有什么缺点 我就给他补上去 而不有 这不有就是说 也是说不居功自傲 所以燕子果然是君子 这个行补三君 我们看第一个 飞灵宫 那乌的意思 刚才说是拉扎 所以要你整齐了 施奉他 而井宫舍 就是普章浪费 所以应用节点来施奉他 那这个庄公呢 庄公不是壮吗 那么你以宣武 我们现在说那个宣武 北京有宣武门 这就是从这来的 宣就是 这个宣武就是威武的意思 这个不是户补的嘛 对吧 所以 有另外的版本 说这个字啊 这个措子 不是庄公壮 而是庄公妾 妾弄 这就通了 庄公妾 然后燕子是这一圈 这样的 这是 这是燕英跟孔子的一侧中途 当然这里边 是用孔子的只口来夸燕英的了 但我们说这个作者 应该是 是燕英的族人 所以这个就 他的 是不是孔子的原因 这个就不知道了啊 不过燕英 我们跟从最熟悉的 还不是这个故事 是燕子失宠的故事 大家听过这个故事吗 应该听过吧 多多少少都听过这个故事 是吧 我们看这故事呢 是记得也是在 燕子春秋里面记得这个故事 因为他 长得人瘦小 又 其貌不扬 所以很多人看不起他 但是他又很有外交才能 所以就派他去出使去 他就到了楚 楚人以燕子短 因为他短嘛 这个短就跟英文那个shout是一样的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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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我们说短就不是这矮的意思了啊 就做了一个小门在大门之侧 而言燕子 太过分了 在这个城门的旁边开了一个小门 严就是挺的意思啊 严 严子不弱 说 使狗国者 从狗门弱 今尘是楚 不当从此门弱 出使狗国 他走狗门的 狗洞的 我出使的是楚国 不应该从狗门洞 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 那么 宾者耕当 从大门弱 就开开大门 见楚王 这个楚王就是说 其无人也 使此为始 说你们其国没人了 那么燕子就说 其之林子三百里 这个驴是一个户籍单位 三百驴 就是好像是有很多人了 说这个林子 是首都 有三百驴 张媚成金 灰汗成鱼 笔肩济肿而在 何为无人 张媚 媚是什么 袖子 对 现在我们没有媚了 古代的时候 袖子 对 肥肥大尬 那个叫媚 说大家把媚 把这袖子这么一张开 就成阴了 天就遮上了 大家 每个人买一把汗 就跟下雨一样 肩比着肩 脚后跟 肩脚后跟的 你怎么是说 我们其国没人了呢 这个楚王就说 然之何为实子 那有人 那有人 比如说派你来出使啊 就是啊 燕子就说 这你就不懂了 说我们其国来派这个使节啊 他是有规矩的 怎么呢 说 其贤者使贤者 不相者使不相主 那个贤命的人呢 才能够出访 那个贤的 就是这个 国军是贤命的那个 才能出访 如果国军是个不贤的人呢 只能派这个不肖的人去 那派我到你们国家来 所以 你看 我是最不肖的 所以我只能吐使 叫厨太来 跟这个丑王借了 对吧 好 那么 不仅如此 在燕营来之前 他们就在商量 这个燕子将尸楚 楚王门之 就跟左右说 燕营其至习词者也 他是能言会道了 习词者也 对吧 今方来 无以辱之 何以也 他来厨房 正好我想 羞辱羞辱他 怎么办 你们出出主意 左右对于 威其来也 等他来了之后 臣请 辅一人 我呢 党一个人 卧王而行 从你跟前过 你呢 你就假装呢 我们不要以为 这是安排好的 从这一过 你就来站住 怎么回事 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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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也 然后我就说 这是个齐国人 他做什么了 偷偷 被捕捉了 然后这样子就修了他 哎呀好 好主意 等燕子来之后 楚王就赐燕子九 九憨 九郭三巡 然后这个呢 就绑着一个人 就这个 这个义 这个义就是过的意思 义王 这个王就说 哎 王那是什么人 他们就说 那是个齐国人 偷盗 不用捉住了 然后 王是燕子 看了看燕子 看着他 说 齐人 顾善道夫 齐国人 难道 本性就喜欢偷盗吗 燕子 必习对 啥叫必习 古代时候 可不是在一个圆桌上吃饭 一人一个桌子 一人一个分餐制 他就从他的桌子 起来 站在这个位置 站在其边上说 英文之 菊生淮南 则为菊 生亦淮北 则为止 菊子 在淮南 就是菊子 到了淮北 同样的种 长出来的 就不能叫菊了 就叫止 叶图相似 其食味不同 叶子什么 看着都像 可是一吃你味道 根本不是菊子的味道 对吧 为啥呢 所以使然者 水土一野 水土不同 所以长大东西就不同 金您生长一骑不到 入楚子到 难道是 楚国的水土使您善到吗 这骑可能都不得到的 一到楚国的就不得到的 你们这是水土不行吗 这个王孝语 圣人非所以戏也 这个戏就是戏中的戏 寡人烦起病殿 哎呀这个圣人是确实不能跟他开玩笑的 你看看 自取其辱 本来想修辱他自取其辱 本来想修辱他自取其辱 所以你看看 这个含乱 这个含乱非常好 给小孩 给小孩讲一讲这种故事 多么的精彩 多么的生动 对吧 多长智慧 谢谢 所以说 当然有了 现实有而不失 抓住了本国的恐怖分子 他把全部就双方国界的人送回去 送回成功 小特洛洲讲不要送 也都下来 边境就觉得很不满意 抓住了好多人抓住了还不送回去 小特洛洲讲没有两种公民 公民就是公民 他是加拿大公民 因为是中东那边的公民 加拿大公民就是加拿大公民 就是在教科国是一十年 日本都生出来的 对吧 在加拿大的问题 对不对 你就留在加拿大 这个意思里面有含义相通 对对对 就是 这个移民政策的问题 对 对 还有一个故事更惊奇的 他们说 奥巴马到了杭州上下 Epping 没有给他红地毯 也没有背起了机子 到后边的行医上的那个门 他那边下车 对 然后他就不可思议 那奥巴马不会讲吗 你这个国家没有人了 就是个窝间 人都是窝间 所以我到你们国家来 就是变了个窝间的 大货物给卸下来了 对 那怎么逞呢 逞的不得了 好有一笔 大货物给卸下来了 大货物给卸下来了 好有一笔 OK 可能那个事情确实是有意 有意戏弄 我当时觉得那个事情是有点故意做的 这个故事也不难 原本也不难懂 其实将来给小孩子读一种这故事 讲过了是吧 太好了 Eve能听得懂吗 刚才说的这故事 听过 我是不是把它翻成英文 非常精彩 这是关于燕亭仲的问题 燕亭仲我们后边还会涉及到 但我们讲到这儿才能再说 因为这是在 空子在齐国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我们后边会讲 空子在齐国的那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故事再来展开说 我们现在讲下面这一段 来 解语 当中几百财 山坚加脱 何如其事业 张文仲是鲁国的一个大夫 比孔子早可能最几十年 孔子应该没有 不是跟他同时代 比他早几十年的一个大夫 在这里呢 孔子对他提出批评 说他居菜 居就是屯鸡的意思 就是这个什么 这个菜是大乌龟 你看菜下面是个季 跟这个季字什么有关 其实古代的占卜 不是用那个乌龟壳占卜 而这个菜本来是一个诸佛国 蔡国 当时 这个孔子周渝列国的时候 不是在陈蔡之间受围困的 就是蔡国 蔡国的河里边有大乌龟 出产大乌龟 所以各国呢 都从蔡国去买这个大乌龟 把占卜用 因为它有那个特产嘛 所以那个乌龟就叫蔡 就像中国出China 出那个陶瓷 这陶瓷本来西方没有这个东西 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叫什么 就是用国名来叫 China就是秦国 秦 就把那个陶瓷就叫China 一样大的呀 就把那大乌龟叫菜 用它的国名来叫 菊菜就是它养了一只 囤积了一只大乌龟 不一定是一只啊 干嘛呢 因为他 这个张文仲是 觉得说这个乌龟越大越灵 他又在管这个事情呢 所以他就把它养起来 然后准备自己用 自己占卜什么时候 而且看在这个乌龟房里边呢 山结枣镯 山结这个结就是柱子 这个镯呢就是什么梁等等啊 反正就是那个 雕梁画洞 画的是山和水草 这个枣就是水草 他为什么画水草呢 因为这是个水族馆嘛 养乌龟的嘛 就水 所以他就画水草 就像他在山里边 山的那个围也在山里边 孔子就说 这怎么能够叫做智呢 你自己养个乌龟 他还特别迷信 说我跟灵 孔子是不太信这个的 这个不智 批净他 在另外一处 在魏龄宫里边 我们现在也顺便说一下 又批净他 说当门众其窃位者于 当门众嘛 他是偷窃那个职位 怎么偷窃的 知柳夏慧之邪而不以利 他明明知道柳夏慧很贤明 可是就是不给柳夏慧 柳夏慧官坐 所以叫窃位 就把这个位子自己占有了 窃取了 可能给他的别人 所以知道柳夏慧 柳夏慧就是那个坐怀不乱的那个 柳夏慧 就不给他做 在左传上还有多处 记载孔子提醒这个藏文仲 所以可见 在孔子眼中 藏文仲倒不是 孔子提醒他三不智 这个三不仁三不智 等等 可是我们查了一下 这个左传上 关于藏文仲的记载呢 还都是很贤明的事情 跟孔子的看法有很大不同 其中一个就是记载的左传 香功二十四年 这里面记载 这个藏文仲呢 以利言著成 他有很多言语后人一直在传送 一直在说 那么这个故事呢 我们把它讲一下 说二十四年春 当然就是说的香功二十四年了 木书如晋 如晋就是到晋国去访问 这个木书到晋国去访问 晋国这时候 这个范宣子是当中的 这个我们多次提到过范宣子了 这个我多次提到过范宣子了 逆之 啥叫逆之啊 就是 就是迎之 他来晋国访问 他要这样去迎他嘛 所以逆着他的方向去迎接他嘛 逆着就是迎之 问于 说古人 这个是谁 是范宣子说的啊 就是去接着木书的 这个晋国的这个大叔说 古人有言语 死而不朽和未也 古人说死而不朽是啥意思 木书未对 没有回答啊 这个宣子一看 他没搭过这查 他就接着说 他大概没听明白 是吧 他就解释 说西 盖之祖 范宣子的名叫盖 就是这个盖 说盖之祖 自于以上为曹唐氏 在下为义龙氏 在商为史伟氏 在周为唐度氏 说我们家祖上 历朝历代都是做官的 在于 于就是那个顺了 于以上的时候指陶唐氏 我们家是这个氏 在下是御龙氏 在下方的时候这个就叫民主氏 在商朝的时候叫石为氏 在周是唐度氏 到了晋主下盟 晋国为盟主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是范氏 这个性一直在改变啊 其实不是性就是氏啊 也在改变 所以呢叫范氏 秦氏之为乎 啥意思啊 他说你看我们家历历的历代都是做官都是辅责这个天子或者什么的君主的 这是不是就是死而不朽呢 穆书就说 以豹所闻 穆书的名叫豹 所以以豹所闻 辞之为氏路非不朽以 你这种情况只能叫做氏路 就是氏时代作官而已 这个路我们讲过啊 路就是路用 因为你要录取 而不能叫不朽 卢有先大夫也当文重 提到当文重了吧 寂莫提言令 他死以后 可是他的言论还在流传 他的言论还在这里 他在那里 旗氏之为乎 这才叫不朽 报文之 我听说 大其实是太啊 太上有利德 其次有利公 其次有利严 虽酒无费 辞之为不朽 这三个他叫不朽 太上叫利德 其次利公 利德就是你树立一个好的导的典范 这叫利德 利公就是你利用战功 军功 也可以 或者呢 你有言论 留存一试 这种 这种是经就不朽 不费的 这才能叫做不朽 若夫保姓受事 以守宗崩 事不决事 如果是 只是为了一个姓的 一个姓事的流传 你这个香火不断 这个以守宗崩 就是你那个香火不断 事不决事 都是说的这个 你 次就是祭次了 这个呢 无国无知 哪个国家都有 路之大者 不可为不朽 官做得再大 也不能算不朽 只有做到这三样 才能叫不朽 利德 利公 利年 这就是儒家说的三不朽 三不朽 这个我们都听说过吧 出自这里 是这个 穆书 穆书报 讲 那 这个 当文众到底有过什么言论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记载在左传 庄公十一年里边 这一年的秋天 宋国发大水 这个庄公呢 就派 使者 去 慰问去 这个调就是慰问 这个 这个使者到了宋国呢 就说 天作淫乙 害乙滋盛 落之和不调 天作淫乙 淫乙就是 连绵不断的乙 这叫淫乙 害滋盛 滋盛本来是 在宗庙里边 装祭品的容器 在这里就指 装祭品是装谷物 盗谷 在这里就指粮食 你看 也没有收成 那怎么能够顾来慰问呢 对于 他都没说是谁啊 就是对于 反正那个 来迎他的人呢 就是 接见他的人就说 孤实不尽 天降之灾 又以为君忧 败命之路 孤实不尽 孤 古代的这个君王 自称孤嘛 说哎呀 我是没有敬天 可能是得贵天了 所以天 降下三后来 还让你们的国君 为之担忧 哎呀 实在是不好意思 败命之路 这就是可套话啊 没懂啊 谢谢你们 当然知道了 这个话传到了鲁国 这不是张文仲去的啊 这话传回鲁国之后 张文仲听说了 就说 宋其心乎 宋国大概要心旺了 为啥呢 与汤醉己 其心也国焉 节昼醉人 其王也乎焉 与汤都 下过罪己证 有了灾害了 罚自己 这个商汤呢 还差点 把自己给 做牺牲给点了 所以他们就 兴望了 这个博焉呢 一心也博焉 就是一下子就兴望了 就生机勃勃了 可是这个节昼呢 遇到什么灾害之后 罪别人 所以 他们一下子就灭亡了 这样 且列国有凶 称孤 离也 什么意思 就是 列国 有了灾难 有了凶 国经就说孤 不是说随便称孤的 就是有了灾难时候 国经才说孤 这是周礼里边定的 言俱而明礼 其数 他的言论有敬畏 这个俱就是害怕 言论有敬畏 他的说自己名的时候 是数和理的 所以提数 这个数就是差不多的意思 差不多要姓茂 是这意思啊 当文重评价 既而文之语 后来听说 既而文之语 后来听说 公子义说之词也 不是那个宋国的国君说的 而是他的一个公子 叫义说的那个词 这个当文重以为是宋国的 那个国君说的 这个张孙达也 是义为一君 有虚拟之心 啥意思啊 说这个公子义啊 可以过 因为啥 他有体虚拟 有虚拟之心 怎么样 整个故事这样讲的 里面的细节 讲的记得很清楚 所以说就是几个字 后来听说 不是谁说的 是宋宋宋宋宫啊 说的 等会儿去的 好 这个标题很有名的 对 1946年 王英培到延安 在姚通里 跟毛泽东对话 他就引用了 这边还有两个重要的题材 鱼汤罪 检查自己的问题 杰众罪人 都是人家的敌对势力搞出来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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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从来不检查自己的敌对势力 进化势力搞出来的 是 没错 这个确实是 后人就把这个作为历史兴衰的周期令 是吧 刑犯的时候呼呼一下就刑犯了 这个摔败的时候呼呼一下就摔败一下 怎么跳出这个历史兴衰的 当时 黄延培和毛泽东 叫做姚洞队 在考虑这个问题 在考虑这个问题 很显然 你看看西方的这个凡是实行民主制度的这个国家 我们就从大宪章开始吧 大宪章 那时候还虽然民主还不乎那个 但是 一直到现代 他换过政府 换过那个什么吗 有过革命吗 没有 你只要是这样做 立朝这个政权交替 它是一个和平国的 他不会有这个 有这种积权不宁 他就换了政府了 那何必动刀动强 确实是这样 所以当时 好多知识分子都信了 好 中国有希望 因为我们要能够实行民主了 那后来的事情吧 这个时间解答咱们就不说了 这是关于三文仲命言的 还有点时间我还是要把这个讲一讲 有点紧张的地方再讲 我看 紫张也是孔子学生了 他和孔子讨论另外一个人 叫令寅子文 一说令寅 大概就知道 楚国的宰相 他不叫相不叫什么宰相 他就叫令寅 所以这肯定是楚国人 楚国的宰相 他讲此文 说这个人三世为令寅 他做过三次令寅 每一次他也没有喜色 也没有说高兴得不得了 也要给他罢过三岁国 无韵色 也没有说生气的 而且是就令寅之正 必告于心理寅 他离职之前都把这个事情交代好了 没有说我这就不告诉你 就是把这个事情交代好了 怎么样 孔子说 忠 这叫做忠 那说这算人吗 所以啊 孔子对人条件是很苛刻的 说不知道人不苛 厌德人 说那怎么算人呢 这就叫人吗 大概不应该算人 厌德人 就是 怎么能称作上人 不知道 自面理解是这样啊 那至于这个 对你子文 他有过什么样的业绩呢 左传上也有很多 我不想讲多了 但是我想介绍一下这个人的来临 他叫什么呢 子文是他的字 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 他们家姓什么呢 姓 姓 姓 邓 邓 他还有一个 名字 看不到啊 他还有一个名字 叫 他还有一个名字 我写在这 谷 现在写成这样了 这个谷我也写过一篇文章 解释这个谷为什么这样写 今天不行 今天没时间 鱼 图 有人说在这里不应该读鱼 应该读 乌 乌图 我们不问 你愿 乌图也好 鱼图也好 他叫这个名字 啥叫乌图啊 我这叫乌图 知道吗 乌图 乌图啊 不是啊 这是老虎 这是老虎的意思 这个骨呢 是骨子了 在这里是 哺乳的意思 哺乳的意思 为啥他叫这个名字呢 因为据说他是老虎养大的 他是非婚生 他的父母啊 其实没有结婚 生他 生了他那个大姑娘嘛 就不能养了嘛 就把他抛弃了 抛弃之后 被一个母虎受养 他就喝母虎的奶 母老虎的奶长大 后来有人发现了 哎 这个小孩 怎么在这个老虎屋里边 这有小孩呢 就把他领回来了 领回来之后 又交给了这一家 那个没谁家 从此之后 就把他叫做 乌图 乌图 这个乌图 在楚国 就是老虎的意思 就是老虎的意思 所以你看看 鲁迅有一篇 《七诀》 有人说他太溺爱 他家这孩子了 独生子了 他就写了一首诗 怎么说的呢 说 无情未必真豪杰 鲁连子如何不仗乎 鲁连子如何不仗乎 这个 知否 行风狂笑者 回眸实看 小鱼图 或者小乌图 头两句 是说 无情 这个未必真豪杰 鲁连子如何不仗乎 这个好类解 知否 就是你知道不知道 行风狂笑 鲁连子 就是指的老虎啊 对吧 这个老虎 你不看这么厉害 回眸实看 小鱼图 经常回头看看 他那个小老虎 对吧 对吧 所以这个 这一段呢 就是 这个人呢 后来他就 长大以后 就做了灵灵 就做了灵灵 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讲的 今天没有时间了 今天就要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咱们 节前不休息 下个礼拜五 再下个礼拜五 也就是 23号和30号 继续讲 哇 哈哈